再来看一看发生在身边的事 这两天 有一个网友叫做 艾特空游无一 他发的一条微博迅速引起了热议 他说呢 在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 看到了有人用中文刻上了 丁锦浩道此意犹 为国人轻易损坏千年文物的行为 感到震惊和羞愧 很多网友呢 对此表示气愤 有网友让丁锦浩啊 说给这个法老道一个歉 那咱们先来看看整个事情的经过 艾特空游无一称 自己是在今年5月3号到埃及旅游 5月6号在卢克索游玩时 拍到这张照片的 据他描述 他在卢克索神庙最里面一个圣殿 往右边通道左边的石壁上发现刻字 他说我们试图用纸巾擦掉这修齿的自己 但很难擦干净 又不能够用水 这是三千五百年前的文物啊 许多网友对此均表示气愤 大呼 丁锦浩你要火了 而知名博主蜡笔小球通过微博披露了其查询得到的丁锦浩的身份资料 称其是来自南京的一名中学生 许多网友直言 如果身份属实 希望孩子和家长能够就此道歉 根据最新消息 事发之后当时孩子及父母通过网络向国人埃及人及世界人民致歉 称孩子知错 父母也知教育监护不够 在此呼吁大家宽容孩子给他改错的机会 让他在阳光下成长 其实看了这个消息啊 我不禁在想 在咱们国内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某某某到此一游这样的莫保 那只不过这个事是发生在了埃及 那与其说咱们大家强烈的谴责这个孩子的所作所为 不如反思一下自己大人们在这个事情上究竟是怎么做的